这是在我高中同学会等场合中 仍然会被提起的一起著名事件的故事 我就读的高中有点特别 三层楼的校舍中 最顶层的三楼是一年级的教室 二楼是二年级的教室 最底层的一楼则是三年级的教室 我跟在其他学校读书的同学提起这件事时 他们都很惊讶 所以我猜我的学校是很特别的 校舍本身是用混凝土建造的 虽然不是非常老旧 但也有一定的年数了 像是走廊的墙壁都有点脏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就觉得他们很脏 直到我三年级时 我才注意到 只有一次 三年二班教室前的走廊墙壁 被重新粉刷过 当我还是一年级的时候 由于三年级的楼层有点可怕 所以我不知道 这墙壁是用跟原先混凝土墙壁 类似颜色的油漆 从三年一班和三年三班之间的界线开始 一直到三年三班的教室都被粉刷过 因为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脏 所以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有一天我注意到 那片重新粉刷的靠近三年三班的墙壁 右下角有一部分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箭头 箭头后面写着这里 我注意到了这里和箭头指向的地方 但其实没什么变化 就是一堵普通的墙壁 那时候学校里流行一种游戏 到处都写着指示 直走六步 向上看 向右转等 所以我当时也没把这里放在心上 大概两周后 我的朋友吉天君在教室外面叫我 我过去一看 原来在墙壁这里箭头指向的地方 出现了一块蓝色的斑点 它只有大约两公分大小 但因为正好出现在箭头指向的地方 所以我和吉天君都觉得很奇怪 隔天 那个斑点突然变成了原来的几倍大 甚至扩散到了这里几个字的部分 那些字已经看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斑点的形状 看起来像是一只人类的手 这时不只是我们 其他学生也注意到了这个斑点 由于形状的关系 很快就在班级中 作为诅咒的斑点成为了话题 这件事似乎也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 所以那天放学时的班会上 老师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斑点 不要在意 然后差不多是被强迫送回家的 周末一过 下个星期回到教室时 我们发现那墙壁上斑点的部分整个剥落下来了 而且以那个地方为中心 上下都有细小的裂缝出现 当我去教室的路上 已经有几个学生围在那里了 所以我过去一看 就是那样的状况 早上的班会前 我的班级和隔壁班的一些学生都在打闹 大家都说这墙壁后面一定有什么 甚至说有尸体被埋在那里 班上爱恶作剧的小林军拿着剪刀 试图把那些裂缝刮大 正当他在那里刮石 老师来了 小林军被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午休时 小林军没有受到惩罚 还说要继续做早上的事 就是继续刮那面墙 我因为害怕被骂 所以说不想做 但小林军说 看这里 让我看看 从那剥落的墙壁中看到了不同的部分 那是灰色的墙壁上 用黑色出现画的像是斑马线的图案 从剥落的部分就能看到 你想看接下来的吧 小林军说 小邻居拿着剪刀 开始刮那个崩坏的墙壁 涂层很容易就被刮掉了 接着从墙壁中出现了组这个字 原来看起来像斑马线的图案 是组字的右侧 此时已经毫无疑问 墙壁后面一定有什么 搬上进半的男生 都开始加入拆墙的行动 有的用原规的针刺 有的用尺的脚刮 甚至有人拿出雕刻刀 顺带一提 我只是在旁边看 什么都没做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墙壁后面要么是有尸体被埋 不然就是满是符咒的纸 我那时已经知道一些恐怖故事 这墙壁后面的东西也是这种东西吗 心中既充满好奇 又害怕被老师发现的忐忑 让我心脏跳得很快 午休时间过了一半 墙壁的图层很快就被拆掉了 里面出现的不是尸体 也不是符咒 而是孩子们的照片 上面写着平成两年 三年二班 应该是当时的毕业照 大约三十个男孩和女孩的照片 整齐排列着 但奇怪的是 每一张脸都被红色油漆画上了插号 特别是最上面一排 从右边数来第三个孩子的脸 不仅仅是画了插号 而且整个脸被红色油漆涂满 下面应该写着名字的地方 也被雕刻刀或什么工具挂掉了 我们都做好了被老师责骂的准备 但是到了第五节课 老师来了 突然说好了 大家去体育馆自习 把书包和教科书都带上 第五节课结束后 可以直接回家 不用打扫 也不用回教室 我们竟然没有被责骂 第二天到学校时 发现一楼的所有教室都被禁止进入 我们不得不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 度过三年级的剩余学校生活 这次回来参加十年后的高中同学会 当然 这件事成为了话题 当时的班主任也来了 我们问老师还记得那件事吗 那到底是什么 但老师说 那种事情有发生过吗 我不记得了 装傻着 但我们都记得那件事 到底那是什么呢 这是我在国中时体验到的故事 我所居住的城镇中 有一所在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天主教女子大学 我母亲也是那所大学的毕业生 并且当时正在那里担任讲师 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国中生 放学后或假日 偶尔会被母亲带去那所大学游玩 有一天像往常一样 我穿着学生服与母亲一同前往校园 那天似乎没有课 只有一些职员和修女在 学生一个也看不到 校园不是很大 但因为人少 而且非常安静 感觉就像鬼城一样 母亲说有会议要参加 于是就留我一人前往会议室 作为国中生的我 穿着制服在校园里走动时 很容易引人注目 所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同常会在图书馆读书度过 但那天因为没有学生 我决定去探索大学 在校园的建筑屋内四处走动 不小心走到了建筑屋外 这所大学的主要建筑 一楼的墙面是玻璃制的 像镜子一样 映照着外面景色的广阔范围 我想绕着建筑屋外面走走 开始以建筑屋 在我右手边的方式行走 这时我一边走着 一边欣赏着玻璃中映出的 自己和景色 我将注意力转向了 映照我后方的玻璃 发现后面似乎有人 那人穿着和我一样的学生服 我以为是同一所中学的学生 于是回头看 但后面却没有人 奇怪是我看错了吗 我想着又偷偷看了一眼玻璃 还是有人 这太奇怪了 就在我这魔想的瞬间 那个人以惊人的速度朝我跑来 我立刻回头看 但还是没有人 玻璃中映出的 那个国中生 双手大幅挥动 奇怪的姿势跑来跑去 越来越接近 我陷入混乱 动弹不得 怎么办怎么办 我在心里想着 那时 玻璃中映出的那人 已经逼近到我面前 我想着要撞上了 试图想办法躲避 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我吓得动弹不得 玻璃中朝我跑来的那个人 是我自己 连发型身材所穿的制服完全一样 毫无疑问 那是我 但唯一不同的是 那个我脸上的表情 是一个诡异的扭曲笑容 玻璃中映出的跑向我的我 在我旁边经过时 瞬间消失了 我吓得跑回去找母亲 把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了她 但她完全不相信 还把这件事告诉了 其他的职员和修女 但没有人理我 从那里 差不多已经过了近五年的时间 但我没有任何异常 可能我看到的是幻觉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大的事故或病痛 我还是健康的 只是我的这次经历 不是错觉或梦境 而是确实发生过的事 看到那个在玻璃中的 另一个我之后 我开始认为 这个世界上 确实存在一些神秘的事物 难道我看到的是我的分身吗 我老婆曾经在小学时 遇到过的故事 那里的六年级生 被送往远离观光地的偏僻农村 白天登山 晚上则下山 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爬山时 发现路边的岩石上 有一位老人坐着 身体朝着道路的反方向 只有脸转向道路 微笑着注视着孩子们 那笑容像能面 看起来非常和蔼 有个礼貌的学生在经过时 向老人打招呼 但老人没有回应 只是微笑着仔细看 后来发现老人 膝盖以下的部分看不到 而且周围有很多同学 似乎没有学生仔细看 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混乱 然后 只是在宿舍周围的 黑暗道路上散步 即使如此 与城市不同 伸手不见物质的黑暗中 学生们已经足够害怕了 差不多走完快回到宿舍时 看到田野那边 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那是什么呢 大家好奇地盯着看 那光慢慢地滑行着靠近 距离缩短到一定程度时 有人大叫是刚才的老人 就是那位老人 就是那位老人 发着朦胧的光 像是在滑行一样 慢慢地来到这里 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不知怎的 大家都安全地逃回了宿舍 但学生们的惊恐没有消退 隔天老师们带着学生去了寺庙 请人做了驱邪 为学生们准备饭菜的当地婆婆们 听到这个老人的特征后 异口同声地说 那不就是山田老爷爷吗 山田老爷爷是个在附近很有名的 疼爱孙子的老人 但自从珍贵的孙子 不幸年又去世后 他似乎精神错乱了 每当看到小孩子就会说 你在这里啊 然后把他们带回自己家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但他并没有伤害孩子 而且本来就是个温和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同情他 从未有过警察介入的情况 大家都说 他死后仍然因为孙子的死而被伤 从那以后 临间学校的夜游就被禁止了 我觉得虽然他似乎不是恶灵 但似乎有其原因 所有学生都进了宿舍后 为了确认这一点 留在外面的老师们看到了接近的老人 似乎很近 那些老师说 学生们看到的都是和蔼的笑容 但对我们老师来说 看起来像是愤怒狂暴的表情 真是不知道老人的心里在想什么 在那所小学 这仍然是一个有名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